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 康康出道20年 金举办出道20年 我要谢谢你演唱会 套路看到歌神张学有56岁了 还升龙火虎 办巡演 激发他开唱动力 筹备8个多月 他左彩排到凌晨1点 但心情太矿分 早上8点就起床 有位演唱会 借酒两三个礼拜 靠喝彭大海茶开嗓 开唱前还找来按摩师 抓龙二早伴 至于有无禁欲除体力 康康则说 老婆那个来 我是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不闯红灯 康康演唱会 记者潘少堂社 开场康康以一席绣花白西装外套闪亮登场 标唱快乐鸟日子 咕唧咕唧炒热现场气氛 他在台上透露 以前音响化慢 被同学欺负 双方开打 老师发现后震怒 我就跟老师说不要生气 老师就说我会生气 还不是都是被你们惹的 我错了吗 你们发写自己的名字一百遍 我一听就哭了 老师问我 你哭什么 你是不是输不起啊 字字句句 暗窥唐从圣日前被徐乃琳飙骂的梗 恰巧 从从也坐在观众席 让全场玩儿康康演唱会 记者潘少堂社 除了康康的七小道场力挺 好友汪彩化 唐从圣 白冰冰 妥宗康等人也都现身 康康也透露基于徒弟身份 礼貌上人有邀请风富丧的张飞 不过对方没回 日前他曝光演唱会发情 以一头大金发缅怀高龄 风 他搞笑说 其实比较像川普 不过因服装不配 今又换了个辫子头造型 康康演唱会 老婆张家配与儿子训赛记者潘少堂社 康康在后台 和老婆儿子合照 康康提供